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迪丽热巴儿时生日照曝光 小姐姐背后的夜经电视抢尽了 杨幂 郭彩杰 郭碧婷 谢依林再度同台 几年过去咖位变化计何 黄主厨承包中餐厅杂火 赵薇她真的很操心 毛布衣出新单曲芬芳一声 这次唱了情歌还脸红 迪丽热巴走红以来 她的童年照没少在网上曝光 比如之前穿着毛衣抱着妹妹的 戴着大盖帽的 还有穿着貂皮大衣看冰灯的 每一张都蒙的不要不要的 最近迪丽热巴同年过生日的照片又刷爆了网络 照片中的热巴左手抱着一大树鲜花 右手抱着小熊公仔 头上还戴了一顶小皇冠 怎么看都是一枚可爱的小公主 而大家却纷纷把目光集中在了她身后巨大的夜晶屏电视机上面 网友们发评论说 这不是传说中的夜晶大电视吗 目测热巴那时候才几岁呀 家里就有这个了 这么小家里就有大菜店了 羡慕 于是大家得出结论 这妥妥的就是现实版的白富美 无误了 热巴自己也超喜欢这张照片 还拿来做微博头像呢 不知不觉 据小时代第一部上映至今竟然已经有四年之久了 看到杨幂 郭彩杰 郭碧婷 谢依林在八杀时尚夜再度同台 爆炸军我瞬间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被时间碾压的老人了 早前大家合影 杨幂缺席 他们还恶搞拿着手机里大秘密的照片一起合影 这次四人再度合体 又是蹲地半裤 又是对着镜头狂晒鼻孔的 把搞怪玩到了极致 四年之前的电影海报上 杨幂和郭碧婷双双居C位 郭彩杰和谢依林则是一左一右分立两侧 而随着几部电影的热映 顾礼的酷帅和郭彩杰一贯的小清新形象形成反差萌 还凭借这个角色得到上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这几年他成功打入内地市场 又是拍电影 又是上春晚的 一天比一天红 所以四年后的合影 他也顺利成章的和杨幂一起占据了C位 大秘密这几年怀孕生女 人气不减 古剑奇谈和三生三世 连创收视神话 还凭借逆时营救 荣获影后 而且还自己成立了工作室 郭碧婷这几年也是影视剧邀约不断 一部神拳小七 霍遍大江南北 还凭借《对风说爱你》入围了第十八届上映节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更在真人秀《女神新装》里面绿创神话 受身成功的后住姐也从素人成了标准的艺人和综艺咖 还被黄磊大赞是贤妻良母呢 看过周冬宇当主厨的观众都知道 主厨这个职位真是不好当 谁曾想到黄晓明接班当上新任主厨后 不仅专注于做菜事业 还承包了餐厅的各种杂活 主厨大任开启的第一天 黄晓明就带着张亮进孟家 早早的赶往超市选购食材 为一天的主厨体验做准备 在买回一大堆火锅烧烤要用的食材后 黄晓明又马不停蹄的着手烟菜 调制火锅底料等工作 好不容易有点空余时间 还亲自出门缆客 或是教周冬宇进孟家缆客 如此敬业 让老友赵薇都忍不住为他打扣 看到教主这么努力 赵薇一改往日不怼不能活的画风 感慨到小明真的很操心 所以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很舒服 听到赵薇这样夸赞自己 黄晓明认不住窃喜到 你终于发现了 我除了笨点其他的都还好 虽然赵薇平日里在节目中 对黄晓明甚是挑剔 但在此刻赵薇还是抑制不住想要夸奖他 我很小就发现了 你一点都不笨 你只是不张扬罢了 在最新一期的《明日之子》里面 逆离巨星毛又成功验发话题 当晚他跟前来帮唱的嘉宾刘希君 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 芬芳一声 刚一出场就吸睛无数 只见毛不易贴心的搀扶着刘希君 一步步走出来 立刻被薛之谦吐槽 毛不易你们是在拍故装戏吗 毛不易暖心回答 老师邪有点高 三位新推官当即开启了 扎堆嘲笑毛不易的模式 你看毛毛脸红的像什么 那么红 两人合唱了毛不易的原创歌曲 芬芳一声 这一曲浪漫的情歌 可以说是跟毛不易害羞的脸庞 相当搭配了 唱完之后 毛不易还是停不下来的羞涩 台下的三位新推官 也已经偷笑到停不下来 偏偏刘希君还现场抖了大料 毛不易全程不敢直视他一眼 于是大家纷纷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毛巨星呢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害羞的小男子 是不是没谈过恋爱 巨星毛没谈过恋爱 学之间可是恋爱经验丰富呢 这波刚和前妻复合的千千 着装超级喜庆 身穿前妻最爱的粉红色 还有无名纸上闪耀的戒指 帽子和墨镜都是高磊心同款 这是要虐狗虐到天荒地老的节奏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